韓國瑜提出說 我們大使館可以賣農產之外 還可以賣文創 那是我們的外觀的責任嗎 等他選上總統再說 韓國瑜日前重申豁出的去 人盡的來 希望未來駐外大使館 可以幫忙台灣的藝術文創 還有農漁產品做促銷 外交部長吳釗席不但回嗆說 等他選上總統再說 還說外觀同仁很擔心 接下來會不務正宴呢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咱們的這個前駐外大使借文集 在臉書上給大家看了這一張的照片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在本月一號出席了 慈城縣小學的台灣香蕉營養 午餐交流會 他可是很盡責在幫台灣的膠農 來促銷香蕉呢 友志哥 剛剛吳釗席講的那句說 等他選上總統再說 這個願望很快 你放心 應該六十幾天以後你就會 會有新的總統了 你希望你這個外交部長 還能夠保到那個時候 斷了七國還可以 好好地在那邊酸人家 閒言閒語 然後講這些有的沒有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個部長 真的還... 你好意思有臉皮 繼續在那邊講話呢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政府已經亂七八糟 那個地步 他因為是騙人地不知道 我講真的 所有的外館分成好幾個組 大的外館有四個組 小的至少有兩個組 像口一哥去那個叫做 紐約辦事處的政治組 那其實紐約還分很多 有的還社會組 還有經濟組 經濟組幹嘛的 就是做現場的那個事 經濟組那個組長 他下面可能會有兩個辦事員 他們就要到處去跟當地的經濟活動 大家去幫台商 幫那個經濟活動對接 譬如說我派駐在紐約 我在看紐約當地有沒有什麼 那是農產啊 金融合作啦 機會 然後回報給我們外交部 然後外交部 我們台灣這邊在想辦法 有一個窗口去跟那邊來合作 這個叫經濟組 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這本來就是外交使館應該要做的事情啊 不過因為他們是仇佣官嘛 對 等你選上了再說 等選上以後 這機制才會恢復正常 對 所以各位農漁民們 選上了這機制才會恢復正常 你們都破宅銷得出去 吳昭謝不用煩惱 快啦 馬上再不用幾天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而且什麼外館的同仁 現在大家都剝愛蛋 我聽你在說 本來就在做了他們剝愛蛋什麼啦 這本來就偏偏在做的事情 經濟組的人本來就要做的 他們剝愛蛋什麼 我跟你講啦 現在本來他剝愛蛋什麼 整個外交體系全部都被破壞掉了 很多在外館已經在了七年八年的人 對當地熟門熟路的 全部都被換回台灣 換成他們自己的人 現在變成是什麼 我們對當地完全不了解了 很多斷交其實是因為這樣斷了 因為當地的官員會認為說 我們早就跟這個人很熟 譬如說村長已經在那邊當八年了 可是我今天陳菊 蔡英文上來 我就換我把村長換掉 換一個一年的人來 那可能這個吉里巴斯 或者是巴拉馬 他覺得我跟你不熟啊 跟他溝通什麼 每次都不暢通 我這個八年的 早就熟門熟路了 所以能夠溝通什麼都很順暢 農作物經濟組 大家運作得很好 換一個新的 他根本搞不懂 現在外交 整個外交部 外交使館 最大最困難的問題是這個 所有人都對當地不了解 全部都酬庸的人 然後最後才造成我們的斷交 然後訊息不對等 然後最後讓我們台灣損失很多東西 這就是現在外交的困境 外交使館 刷一蛋是刷這個蛋 不是他們要去賣水果刷一蛋 賣水果他天天都在做 華裔的要死 對啊 因為我看像是美國AIT 也蠻常在促銷什麼西北櫻桃 賣美牛美豬對不對 咖啡也對 所以其實賣水果真的很不務正業 真的很奇怪嗎 村長 川普跟習近平見面 不就是為了要賣黃豆而已嗎 真的 是不是 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這個中美貿易戰 最後也是為了賣農產品而已啊 所以現在我到美國去 我問這個華僑他們說 我說現在川普的選情怎麼樣 他說現在比較穩 我說為什麼 因為現在農產品 可以賣到中國去了 對 那你看 這個世界兩大頭子見面的話 也是談農作物 那你外交官 你幫賣農作物又什麼哪裡 不對了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才真的是不務正業 所以說其實本來我們的外館 就有幫大家來做這個經貿推銷 跟促銷的義務嘛 本來就是啊 騙人你不知道嘛 太多這種東西 他只把一半的東西告訴你 然後試圖把整個韓國瑜 或者是整個團隊抹黑 任務達到之後再退回來 這個叫做專業 那外交是非常非常專業的一個行業 可以任由你們在那邊耍嘴皮子 這種政府還不讓他下架嗎 我們整個外交系統 全部被他打成如此不堪的地步 外交使館的每一個人都在擔心 我是不是下一個要被叫回台灣的人 有人在那邊八年十年已經自產了 甚至已經很多人賣關係了 突然之間都被調回來 沒有任何原因 結果然後丟下來所有東西 就讓我們台灣所有的利益 全部損失掉 現在這個才叫外交困境 才叫外交使館炸的蛋 不是在那邊賣水果炸的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